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照预定的时间 在这里来举开圣经的讲座 大概半年前总会的承认到张老 在这里帮我们来讲解出埃及记 整个都结束 当结束以后 我们台北教会的房光阳指示问我 要不要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件圣经 我后来回去想一想 我后来跟他说 那我来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约书亚记 当时会考虑约书亚记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约书亚记 而且我觉得里面很多的道理 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信徒 事后我才回想 很奇妙神的安排 出埃及记讲完 如果以出埃及记的内容 就是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 但是光是离开埃及还不够 如果我们把一个信仰的历程 昏成两阶段 你离开罪恶之地 但是你总要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归属 所以在出埃及记所描写的是 他们离开埃及 后来进到旷野 在旷野绕行了四十年 没有进入迦南 所以耶稣亚记就是记录 简单讲来记录 耶稣亚怎么样 来带领他的同胞 全体进入迦南地 这个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地方 所以有出来 离开埃及 有进入迦南 有出有入 这样整个过程才算完整 才算完整 所以很巧的 我们刚在去年半年前 刚查考完出埃及记 那无意中 我就跟大家来分享 约束要记 我觉得事后我觉得 这个在道理的玄阶上 刚好是完整的 一个阶段 那我跟房子室 来 报告说我要讲 约束要记以后 因为那是半年前 大概去年半年前 那隔了几个月 更巧妙的是 我们台北教会的 侯恩元长老 他也在这里讲 以乎所书 新约圣经以乎所书 我事后觉得 哎呀 更巧妙 以乎所书所谈的是 我们简单讲 教会论 神 救赎人的计划 寒早 创世之前 神就预备 就计划好 到了适当的时间 神到成肉身 就是耶稣来到世上 完成十价救恩 他拯救了一批人 这一批人 不光是犹太人 还有以外的人 就是外族人 所以不管 犹太人 外邦人 在耶稣的救恩里面 合成一家 属灵的家庭 就是教会 那神把 传扬 世界福音的 这个责任 托付给教会 也赋予了教会 在世上 为言为光的生活 荣耀神 这就是以无所书 所以很巧 以无所书是一个 如果人家讲 新约所谓的书信里面 内容最顶尖最好的 最属灵的 没有杂质的 从救赎 第一章讲救赎 然后第二章 神跟人和好 和睦 第三章 神属天的启示 成为教会 神的儿女 然后你活出 新生的样式 顺服 然后过阵战的生活 就是一点串 以无所书 完全属灵的 没有瑕疵 但是它是个 纯理论的指导 很高超的 所以有人这样形容 我觉得这形容太好 如果你在寒远 看一个都市 一间教堂 高耸 很漂亮 它顶尖 有一个尖塔 那就是以无所书 最高超的 所以那是我们不断地追求一个目标 有人讲 以无所书就是 耶稣亚记一个 一个理想的架构的追求 所以我们说以无所书是 属天从神那里来的启示 那耶稣亚记呢 是神的选民 肉体属神的选民 犹太人 为了追求神给他们的恩典 福分 不断地前进 征战 进取 最后达到这个福气 所以耶稣亚记 它是一个很落实的 活生生的生活 里面有好的一面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为了追求神给他们的 美好的福分 应许地 他们在那个过程 不断地挣扎 有提升 有沉沦 有成功 有失败 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看一下一节圣经 我的讲义里面有写 罗马书十五章 看罗马书十五章 第四节 新约圣经 两百二十五页 罗马书十五章 第四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为圣经 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我们写的 过去的圣经 有些是历史 史实的记录 有些是神的话 有些有他当时代的背景 有人想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 公元两千年以后了 再看那个老掉牙的道理 有用吗 人性不变 在神眼中看 只有罪人 跟被救赎的人 所以人性永远不变 圣经里面很多旧约的历史 有人才有历史 所以讲历史 必定谈到人 人的成功失败 人的过程 所以这里说 从前写的圣经 对我们后代的人 如果你懂得取舍 懂得从这些 圣经里面 这些道理 得到一种反思 对你有帮助 所以对我们 你不管在任何的情况 遭遇到苦难 遭遇到失望 考验 你都可以从这些 圣经道理里面 得到造就 最后你还是有一个盼望 不失掉盼望 这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虽然谈一些 就业的历史的题材 我想我一个基本的重点 不只在探讨这些 历史的事实 我比较没有花时间 在那个历史 时间 事情的考证 或者原文单字的 对错 怎么解释 我只是一个大的方向 它的走向 还有我们今天的取舍 所以有一个传道人 他专门 不是我们教会的 有一个 颇护圣明的传道人 他研究 约瑟雅记 他定一个 一本书名 大时代的 征战 大时代 用大角度 从神的角度来看 选民 在世界的生活的 形态 你有一个大方向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大方向 你要先拿捏 你要能够先掌握好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除了历史事件的 简单的陈述以外 我希望我自己把它转换成 适合我们现代的信徒 一个信仰很好的参考 这是一个模式 那我们原则上 原则上我们 一小时会讲一章 那可能今天 因为今天第一次 我可能第一章会用 可能 会用两次 早上跟校的时间来介绍 可能详细一点 往后就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基本上 来谈这个约瑟雅记 我刚刚已经跟 出埃及记 都对照 有出埃及 你要有进迦南 两个合并 才完整 对我们来讲 你今天 受洗 归入基督 你是脱离某个的控制 虽然已经归属主 但是我们 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到 那个神国的实现 还没有完全进到 神的国的 那个 永享安息 我们还是在这一段过程 所以有人讲 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 就像当时 以色列百姓的旷野 虽然脱离埃及 在旷野 虽然有神 也有得到恩典 但是你还没有完全 舍弃世上的那些 愁苦 考验 重担 还有很多考验 所以最终的目标 神国实现 永享安息 那是最终的 那我们目前 还没有达到最终 终点之前 我们这个过程 也可以 所以它可以 当作一种 不断地前进的 信仰的带领 所以有人讲 约束雅记 如果 我们从两方面讲 对个人 个人 你的信仰 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长进 你要有不断地空间 信仰是 一辈子的事情 你一辈子 聚会 听道理 学道理 但是你的灵性 要长进 不断地成长 就要不断地有空间 你有很大的空间 对教会 整体 它是不断地前进 不断地希望 不断地完成 它的使命 所以我们可以在 约束雅记 本身 可以看到两个路线 一个是整体的 全体以色列人 达到神的 所定的目标 这是用整体 所以对我们来讲 教会整体 如何发展圣工 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那对个人 就看到他 你个人怎么成长 不断地前进 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希望 越来越属灵 到最后 老练成熟 老练成熟 所以这是两个角度 个人跟教会 我们记得 耶稣讲过一句话 这一节 我好像没有再 在讲一里面写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 就可以补 马太福音 十一章十二节 耶稣讲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才能够进入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这个我讲一里没有写 没有写 你们可以补充一下 经节写一下 我们就不欢了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节 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 第四章 西伯来书 看第四章 新约圣经 十一节 西伯来书四章十一节 新约三百十五页 三百十五页 在这一段作者 他讲一段道理 他是引申到 从耶稣亚他们进迦南 这一段过程 来做一个结论 引申 耶稣亚他们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得的是 地面上的迦南地 属地的 属士的 但是那也是神所应许 给他们一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讲属灵的 透过那个属地的 来做一个预表 我们今天信耶稣 我们要得到神 属灵给我们的福气 你今天到都没有 你尝到天恩的滋味 按照西伯来书讲的 你尝到天恩的滋味 但是 你是不是完全安息呢 没有忧愁呢 未必 所以十一节讲 所以我们务必 竭力进入 那安息 免得有人 学那不信从的样子 跌倒了 务必竭力进入 所以他讲 这个作者讲 耶稣亚带以色列人 进迦南地 是得到地面 属世的 那个土地 从那里来引申 真正的安息 是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 是真正永远的安息 那我们今天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达到 所以你要达到 那个至终 最终的目标 你今天要继续努力 所以你信主 受洗 可能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你还没达到 那个真正最后的 那个目标 所以我们 做着勉务 务必 务必 千万要 竭力进入 努力追求 这跟耶稣讲的一样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讲 那个耶稣亚席 开始之前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 前面的介绍 他的基本立场是这样 那我的讲义 第一行 第一行有一个参考的题子 它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一卷圣经的一个 中心内容 或者中心思想 你要把它当作题目 也可以 我取捨了几个 我取捨几个 得胜以安息 得胜以安息 我们把 我在这里先补充 耶稣亚记有二十四章 全部二十四章 这么长内容 我刚刚用一句话 来介绍 太简单 对不对 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 得到神的应许之地 那就它的内容 这么简单内容 为什么要用 二十四章的 篇幅来介绍 所以我们要把 这个内容 做一个简单的 结构分析 你把它分两段 两段 一章到十一章 前半段 而且很巧 或者到十二章 一章到十二章 它总共二十四章 你从中间切断 前半就是战争 后半段就是战争得胜 战争得胜 你当然要享受战利品 所以他们的战利品 就是迦南地 那十二支派 按照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表现 去混配 所以后半段 就是混配土地 混配产业 享受安息 所以两个连贯 前半段 是战争的记录 后半段就是安息 混配土地 那战争 不能说 我要打仗就打仗 所以战争里面 前小段 一章到五章 预备 怎么样预备战争 各方面的预备 一章到五章 预备 第六章 正正开打 到十一章 全部结束 十二章 就是那个 战争成果的记录 所以我们把它 一章到十二章 做一个切割 一大段 所以等于是 征战 然后得地 或者安息 这样子 所以我的那个参考题子 第一个 就是得胜与安息 因为战争它是胜利的 有的把它 整合以后 转换成 我们今天信徒生活 所以它用更正面的 基督徒得胜的生活 我们今天在读 耶稣亚记 你可以直接想 基督徒过得胜生活 你要怎么去处理 你看 耶稣亚记 可以 它很活生生的例子 你碰到神的带领 目标 你努力 可是你失败 为什么失败 怎么样从失败之中 重新振作起来 达到成功 它这个过程 里面都有 所以基督徒得胜的生活 另外一个题目 一个题子 它基本上都是一样 面对挑战 我本来也非常喜欢 面对挑战 后来这个题目被 总为一个传道人 二十多年前 因为他在神宣教 这一卷圣经 那时候我自己准备 出这一本书 因为他在教 他找一部出了书 我后来就没有出 他的题目就是 面对挑战 虽然题目被他用走 有点不甘愿 想很久 想很久 面对挑战 真的 耶稣要他们要面对挑战 怎么样度过约荡 和怎么样进攻 业力割成敌人很厉害 每一个都是挑战 我想 已经被他用走了 想很久 有一天 我想 那来超越巅峰好了 超越巅峰 后来自己暗自窃喜 我的题目应该比他好 因为面对挑战 好像你在一个困难之前 你还有一点担忧 有没有得胜 你还有担忧 知道说很困难 你敢面对 能不能得胜 不知道 那你超越巅峰 你已经跨越了 你得胜了 我们在说 人在世上 还有成就 最高的成就不是巅峰吗 你超越巅峰 你要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 很难 你说好 100公尺 跑10秒 你要突破 很难 好 你突破了 9没有9 9秒8 9秒 每进阶 0.1都很难 越高 越高层级 你要突破 越难 我后来想 超越巅峰 不只是超越困难 也超越自己 因为 因为在这个 我们在耶稣教级里面 你看 几个困难点 以当时以色列的状况 你要去跨越 那种难度 很难 除非是神帮忙 不只是 跨越对方 所建立起的困难 还要跨越自己 人要超越自己 很难 你的能力只到这里 譬如说 你的能力只到80分 今天你的表现 90分了 超过自己10分了 你相信吗 好意外 对不对 你都吓一跳 我竟然能够表现这么好 神帮助的 所以那个 超越 超越对方 也超越自己 结论是 不是你自己的能力 对我们信徒来讲 神的能力 是靠神的能力 你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如果你有这种概念 你懂得感恩 你就不会自夸 你碰到困难 你知道有神可以依靠 我会靠神 努力 当你有成就了 你不会 至高至大 你懂得谦卑 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 感谢神 所以我们在这个 我觉得在 在耶稣小记里面 我们学习到 神帮助以外 学习到 祷告 学习到 开拓我们的视野 你的眼光所看的 不是很狭窄 对事情看 很大格局 看自己 所以我们在第一章会谈到 对自己的认知 因为他这一卷圣经 是一个有关战争的记录 有关战争的记录 我们借用 我们平常形容战争 地面上 世上战争的形容 知己知彼 对不对 我们借用那个形容 知己知彼 第一章就是知己 约束亚他要带领 首先他要了解 我目前的状况 还有我同胞整体的状况 我的条件 有没有办法去 去克服那个困难 第二章他要了解 所以他派探子窥探 耶利哥城 窥探就是收集资讯 收集情报 压求对方 对方的状况怎么样 所以知彼 所以两章可以连贯 知己知彼 对我们今天来讲 人生处处都是争战 从小学 甚至从更早 幼稚园 你要进入明星学校 竞争很厉害 然后一路上来 受教育 我们从以前 国中高中高中大学 联考一路上来 研究所到你毕业到就业 越好的工作 竞争约理 那都是争战 只不过不是事实上那种战争 但是它是人生的 各种形态的争战 所以当我们读耶稚园记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 转换成我们的人生的 你不断迈进的 会遭遇的过程 因此你可以拓宽你的视野 你看事情 看神 看自己 你会有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是我们在前言所介绍的 好 我们要谈到第一章 第一章 我还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章 面对挑战 我就用第一章面对挑战 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出现 为什么讲新的时代 我们看一下约束亚记 约束亚记第一章 就约束亚记第一章 我们把第一章做一个记号 可能把它夹住 第一章第一节 约束亚的仆人 摩西死了以后 约束亚小义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约束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汉众百姓过着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三节 还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了 好 我们读到这里 这一章 我读过很多次 从以前读到现在 包括要来跟大家分享 之前还不惯地重复地读 感受会越来越细腻 越深刻 它第一节开始 它就标明摩西死了 这都是当时很伟大的历史人物 对以色列人来讲 这是他们的民族救星 摩西 从摩西带他们出爱景 走旷野 讲四十年 摩西死了 也宣告了 他的时代结束了 我们平常 包括我们的 在世上的感觉一样 不管是教会 国家 一个领导人物 如果他领导很久 有一天他离开了 我们会说 他的时代结束了 改朝换代 不一定是推翻 但是他的时代过去了 换不同的人 来领导 国家一样 教会一样 因为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领导风格 不同的取向 如果在圣经里面 神对不同的领导者 他有阶段性的任务 我等一下会讲 所以他有不同的 带领的方向 那摩西 在大家心目中 无可取代 这个人太伟大 太伟大 四十年 如果几天 那种感觉 不出来 如果说一个 譬如说我们在教会 传道人 牧羊们很多年 离开 我们就感受很深 如果几天 时间很短 不会那么深 你看四十年 摩西带他们 四十年 很伟大的 有一天 出完间 死掉 虽然 神早就告诉摩西 时间差不多了 摩西也有 准备交代了 可是那一天 终于来了 摩西死了 所以他的时代 过去 结束 所以我们在第一章 里面讲 新的时代 新人换旧人 虽然 所以耶稣 不是那一天 突然冒出来的 他做摩西 驻守四十年 他做驻守四十年 他不是突然冒出来 大家对他 应该不是陌生 可是因为那个职位 职位不一样 以前他是驻守 今天变成 好像 好像身格 变成一领导人 感觉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 如果用人来讲 领导者 新人换旧人 旧人过去了 新人出来 新的时代 他所带领的意义呢 我刚讲的 初入之间 我在这里 大概用几个 初入之间 离开埃及 是摩西的时代 现在要进入迦南 后面的路程 开始 第一章开始 要起来 要踏进去 明天 我们另外一个题目 我最先看到这个题目 我吓一跳 那是一个外国人 传道人写的一本书 他的题目 讲 如何掌握明天 如何让明天更好 我乍看之下 我吓一跳 从来没有想过 你要踏出下一步 下一步是未来 对不对 明天怎么样 明天神带领 明年神带领 让你的明天更好 他从整个约瑟雅记 把它转换 我们都有明天 明天又明天 又明天 你往后的下半辈子 都要让神带领 都要更美好 如果不让神带领了 那就很 很 很 溃乏 很不圆满 如果有神带领 有神的恩典 充满在你的日子里面 很圆满的 所以我也会很喜欢 掌握明天 其实谁能够掌握明天 雅各苏讲的啊 你可以打算 我到哪个城里做买卖啊 谁知道明天怎么样 你可以期望 你没有把握 但是透过耶稣雅记 好像 好像 我们可以依靠神 可以把未来没有把握的 明天 下一步 好好的掌握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 另外一个切入的观点 我觉得不错 所以 耶稣要带以色列人 要准备进迦南 就是明天开始 我们刚读了第二节 要踏进那个迦南地 有没有 我们看那个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节 还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神照应许的 要赐给你们 他们还没有踏进去 所以 讲到那个地 神已经要给他们 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 还没有踏进去 就是明天 明天 踏了才算了 你要踏进去才算 你有走到之处 才是你的 没有走到的 你控一个理想化 一个大饼 没有用 所以我们在整个 约翠尔记 看到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等待 这些选民 去努力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怎么去努力 所以 出入之间 带来一个 信仰的问题 用一个信仰的立场来看 意义不一样 出埃及 脱离 花老王的控制 在旷野流浪 一直流浪 好 到耶稣 现在 神 直接叫他 要进迦南 停止流浪 中止流浪了 流浪是绕来绕去 好像很没有意义 顶多是训练 他们的信仰 操练信心 然后 承怀那些 小信的 不信的 花牢骚的 通通死在旷野 然后 新生的一代 经过训练 好 信仰茁壮 但是旷野不是 最终的目的 那是一个过程 所以要终止 那个过程 要进到后面 应许之地 神的福气 是福气的地方 所以对信仰的角度 终止流浪 对他们整个 犹太人的历史来讲 我们讲历史的契机 就是 真正进入 应许之地 进入应许之地 分配产业 这是我们从 新一代来讲的 透过他们这些 我做一个结论 旧约里面 我们讲 新的时代 有新就有旧 新旧交替 新旧交替 那种时代交替 交替点很重要 所以我有一个例子 我讲历里面写 用台湾的社会 我们如果比较年长的 我们都经历过 农业社会的阶段 农业社会 所以台湾的发展过程 从农业社会 慢慢到 中小企业 工商社会 跳升 工商社会 还蛮长的 在进步 慢慢进步那个阶段 资讯 然后现在网路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可能之前 早期的 阶段的转换点 时间拉很长 可能从农业 到工商 到资讯 那个中间的隔阂很长 那现在越来越快 因为资讯 越来越进步 缩短那个距离 时间越快 那圣经里面也是有啊 那些列祖时代 就不讲了 我们如果说 从耶稣尔基以后的 四世时代 四世时代 三四百年 大约了 三四百年 好 快结束了 我们就 君王时代 那个中间 衔接点 一百多年 最后那个 撒木尔先知出来 撒木尔也算四世 我们一般在定位 他也算四世 他也是先知 撒木尔的老师 是以利 以利98岁 以利的时代 以利算 虽然年老 昏庸 他98岁 他维持 他靠他个人 几乎维持 将近一个世纪的 信仰的传承 也不简单啊 可是到他晚期 信仰很昏暗 所以我们都记得 小撒木尔跟他学习 很乖巧 听到神户叫 那个时间 差不多一百年 时代的转换点 有时候很长 一百年 两百年 好了 撒木尔先知出来以后 慢慢的 死士所趋 这个民族 进到 君王的时代 几百年 我们算五百年好了 前后五百年 从建国 到国家分裂 到两个 以色列国 大家都灭亡 好了 我们给他一个 整数好了 五百年 灭亡 被掳到国外 被掳到国外 七十年 然后归回 重建圣殿 重建圣城 这个衔接点 它的转换点 意义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时代的 转换点 都有不同的 领导工人 我要讲的是 时代转换 一定有新的 工人出现 来带领新的任务 教会也一样 所以我们透过 这些圣经的历史 看我们的社会 看到我们的信仰 看到我们的教会 教会也是 不断地在 时间的冲击之下 它也是不断地成长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光是自己 我们台北教会来看 我们过去有 过去的长职 带领我们 然后一段时间 可能又换一批 它可能断断续续这样 一直换换换 到今天 不同的时代 但是教会还是存在 我大概 民国八十一年 我那时候护担台北教会四年 离开 八十一年 大概暑假的时候离开 那这两年来这边参加聚会 印象很深就是 我们的敬劳会 七十岁以上的 我们差不多都两百个 我在当时那两百个 那些受敬劳的弟兄姐妹 剩下没有几个 我会想 哇天哪 二十几年 那一批 所谓的老人家 今天剩下没有几个 你就知道 如果说二十年一轮 一批人 一批又一批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批一批这样 人事也是这样子 你就知道 哇 时间很快 那个改朝换得很快 但是教会 它还是存在 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 它有一些影响 所以摩西死了 新的时代出现 所以耶稣亚记第一章 紧接着 神就告诉耶稣亚 我们在一节 二节 三节这里 虽然很简单 有几个重点 我们先掌握住 后面再详细的说明 摩西死了 我们看一下 第一章 第一节 耶稣亚记一章一节 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小义 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 耶稣亚 神就告诉耶稣亚 我们通常 很容易透过这内容 神告诉他什么 我们很容易这样 当然这个重要 神告诉耶稣亚 你要起来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你要起来和百姓过约旦河 那是神的督促 早就知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 但是现在是神督促 你要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实践 实践的独立 身体力行 你不能光是听 我到底听一辈子了 你根本手都不动 你一定要起来行动 脚踏之地 所以神说 你的脚掌所踏之地 才是你的 你不踏出 迈开这一步 你听更多的应许 更多道理都没有用 都不是你的 一样 神的应许给你很多 你不去追求 都不是你的 神不会强迫你 你不要硬塞给你 不会 神给你 你可不可目 你根本 无动于衷不可目 那就算了 你得不到 恩典不会勉强人 神的恩典是让人 是可目 非常爱目的 不是当作 虽然是白白的 恩典是白白得来 但是不是 不是贱价 不是 他是 你买不起的啦 老实讲 无价的 虽然是白白的 不是 不能当作贱物 无价的东西 你买不起的 那是恩典 所以你要可目 所以神要他起来 好 我们在这里 做一个伏笔 你这样整个客观 来看 摩西死了以后 故事怎么出现的 神的话出现 神的话 我要强调一个重点 我在这一章 今天早上下午 里面有一个重点 神的话出现 你要重视神的话 先不讲内容 整个故事的题材是 神话出现 我们记得创世纪第一章 起初神造万物 怎么开始创造的 神说要有光 对不对 神说要有光 光出来 神的话有能力 神说要有光 神话出现 东西出来了 神话语的能力 我们今天 非常可惜 常常读圣经 听圣经的道理 好像我们就当作 平常一种资讯的 吸收而已 神话有能力 耶稣讲 我的话是能力 是灵是能力 神话出现 除了是指导以外 刚刚那个是插播的 所以你要重视神的话 好 那神告诉耶稣 该做什么 神的目标很清楚 告诉耶稣 起来 起来 要行动 你和众百姓 要过河 就是要过约旦河 过河 做什么 你总有目标嘛 所以后面就讲 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试 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目标是 神要试给他们的 就是迦南地 所以目标很清楚 这是应许的 这个之前 在亚伯罗罕的时代 创世纪十五章 神就告诉他 那个迦南地 应许地的范围 亚伯罕的时代 就应许了 到摩西的时代 更清楚 现在摩西死了 神督处 耶稣亚 你和众百姓 起来 过河 去得那个地 所以神的那个 目标很清楚 好 我这里有一个 我用我的话来 来引导下面 我要分享的重点 目标 应许 神的应许 里面那个目标很清楚 不会让你摩尼两可 要做什么 不知道 目标很清楚 好像有我们今天在教会 发展事工 我们今年度的目标 明年的目标 五年以后的目标 目标在哪里 目标很清楚 在这里神的目标很清楚 目标导向 目标导向 有一个目标 对教会 对个人 有目标 都会比较好 对个人呢 你有一个目标 你可能一直会向这个目标 不断地努力 先不管有没有达到 你总是有一个目标嘛 你一切努力向这个目标 去付出 所以神的目标很清楚 好 目标出来了 你看神 我在我们讲义的第二页 你可以翻开 看第二页 我本来用一个最简单的图案 我怕说太简单 大家 大家 搞不清楚 我在 我在干嘛 所以 我后来 那个 简单的图 图西 箭头 神命令要前进 过河 中间 越旦河 左边是迦南地 迦南地是目标 起来 过河 河是 我那个河下面有一个 括号 阻碍 阻碍 你要达到 神的目标 没有那么容易 价值越高的东西 阻碍一定越大 包括你的人生考试都一样 你要考到好的 一个成果 你那个阻碍 很大 你要 过河 你要过 就是跨越 突破 突破困难 突破逆境 或者穿越 穿越逆境 过就是穿过 不管是 不管是 跨越 穿越 通过 你要 通过这个考验 所以两个 目标 你一定要清楚 但是 你一定要跨越 这一道线 本来是用一条线的 你可以自己想象 你要前进 你前面有一个 无形的 一个阻碍 就是一条线 人生不同阶段 不同的阻碍 所以 从这里 我们就理出一个东西 突破困境 突破障碍 在信仰里面 你要 越美好东西 那个障碍越大 好 我们在讲义里的 第二页中间 我们在上面下来 我简单讲了两个 如果就 约瑟雅记 整体的简单分析 第一个 最简单的阻碍 约档河 对不对 约档河 第三章 他们要通过 第六章 约利哥 还有 后面很多战争 我们用两个 最典型代表的 约档河 约档河不是人 制造出来 所以我说 它是天然的 环境 天然环境的限制 有时候我们必须 突破 有时候你很难改变环境的 你要 山不转 路转 人转 对不对 你要穿越 跨越 超越这个 天然的限制 所以有些困难是 天然的 用约档河代表 第二个 用约利哥做代表 约利哥是人 建造的城市 人为的 还有包括后面的战争 所以用约利哥的代表 所以我在这里简单讲 当你要去追求福气 神给你的福气 目标要很清楚 可是你也不可以 不了解 有什么困难 你一定要知道 有什么困难跟危险 好 再来 目标清楚 只是进迦南地 我觉得神 太慈爱 他不会给你寒恨乎乎的 他给你很清楚的 所以 那个迦南地的范围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读这段圣经 当传了很久很久 我差不多到一两年前 好像才反而大悟 如果你告诉我 怎么形容迦南地 怎么去形容 最简单的 而且很容易记住的 我好像到一两年前 自己才反而大悟 虽然是看地图知道 迦南地 附近有什么国家 我们这个迦南地的范围 这个 讲义里面写 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 那是神告诉亚伯拉罕 那个我们就不翻了 你自己回家看一下 民宿记三十四章 一到十二节 那个是 透过摩西来介绍的 讲得很详细 就是我们那个圣经地图 那个迦南地的 周边的界限到哪里 有些现象地点很难找 不过大概那个周边出来了 好 我们可以补充记一下 生命记十一章 这个我没有写 你们可以把它补充进去 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四节 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 生命记十一章的二十四节 十一章二十四节 旧约两百三十一月 两百三十一月 二十四节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都必归你们 从旷野和黎巴嫩 并柏拉大河 直到西海都做你们的境界 这里写的最简单 我们说一个东西 你定位 东西南北 对不对 东西南北把它定位出来 好 在这里 从旷野 旷野就是迦南地的 大概东边到南 南下这边 阿拉伯旷野 东 大概偏 我们这样看好像是南 就是东跟南接起来 它应该算南方 北方就是黎巴嫩山 黎巴嫩山脉 整个山群 再来 柏拉大河 我们看迦南地的东北方 柏拉大河 大概用东方来讲 西边地中海 就是那么沿岸 所以归纳 怎么去形容迦南地 一河一海 一旷野一高山 一山脉 很好记得不对 一河柏拉大河 迦南地的东北方 已经超越现在 以色列的地方 在它的东北方 已经到亚兰国 叙利亚那个边境过去了 一河一海 海就是左边那个地中海 一河一海 一旷野 整个东南方 整个一大片 把它归纳旷野 北方就是黎巴嫩山 基本上定位出来 小细节可能 什么地点什么地点 什么边界 很难记住 所以你如果用这个 基本的架构来看 这范围很大 黎巴嫩山 如果以后来 耶稣亚他们 以色列人 他们所得到的地方 他们没有达到 那么远的地方 北方没有 东北方那边 根本没有 只有 在所能的时代 最强盛 国家最强盛 周边国家都被他打败 才勉强 达到神那个应许的地方 我要讲这个就是说 神应许很大 神给你的福气 要很多很多给你 救我人 苟且偷安 征战 得胜了 一部分了 好了啦 可以了啦 可以享受了 后面还一大块 等待你去 去开拓的 算了啦 够累了啦 就放弃了 所以神应许给你很多 你如果不尽力的话 那些福气 你还是得不到 看你努力多少 所以如果我们用 比较不好来形容 神给他们 那么大的应许 他们还是不够努力 不够努力 神要给他很多啊 结果他们得的 还是有限 今天是不是 对我们来讲 有时候也一样 神要给我们很多 有时候我们 自己固步自封 可以了啦 这样不错了啦 事工做到这样 已经很好了啦 还要苛求怎么样呢 不错了 自我满足 就后面都亏欠 好我们看一节圣经 辉利比书 辉利比书第三章 信约的 这一节很好 辉利比书 辉利比书三章十二节 辉利比书三章十二节 信约两百八十页 两百八十页 十二节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 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我们看下面那个小字 所以得着我的获作 所要我得的 这一段是保罗的见证 我用小的字来做补充说明 有时候神要给我们很多恩典 有时候神要给我们很多 祂期望你得到这么多 祂也准备给你这么多 所以说神要你得的 神本来要给你很多 祂也希望你去得这么多 结果呢 你就不认真 这是对个人的一个指导 除了工作 可能神这个圣工 偷付给你 我们换一个角度 神可能要给你很多恩典 等待你去领 去领受 神要你去得的 结果你自己不认真 你觉得可以了啦 这样就不错了 就停下来 后面就没有 所以后面保罗接着说 我是向标杆之 标杆就是目标 向标杆之跑 努力奔跑 不断地追求 他希望他不断地 他的认真 然后得到神准备给他的 所以我个人在想说 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 耶稣亚圈他们战争的那个主题 可是我们刚开始我们就觉得 神的恩典真的很大 他们要走的路 就告诉他们了 目标很清楚 有阻碍 所以要过河 要过河 你一定要过河 当时是最难的 我们在第三章 我们会补充 约荡河平常可能水量少了 在他们后来渡河 第三章渡河的时候 一月十号 他们的季节可能比较 接近那个早春 所以北方的山上的雪融化 那个水很穿急 所以三章十四节 它怎么形容 水涨过两岸 玉当河的水涨过两岸 本来可能小小的 河不会很宽 结果这一次 那时候河水涨过两岸 而且很急 三章十四节那里讲 从上面往下 冲的水 急流冲下来 你怎么过河 又宽 水又急 你怎么过河 没有船 没有桥 什么都没有 对方 月立科成 他是 叶旦河平原 没有很远的 古代的战争 人家要打击你 你过河 我在这边等你 你过河到一半 打击你 充满危险 神竟然选那个 最困难的时候 叫他们渡河 如果用人来想 要取天时低利 人和最好的时机 就神指定是 最难的时机 水涨过两岸 水流很急的时候 要他们这样去 去过河 而且真的是 走下河去 祭司台约柜 走下河去 他们真的是渡河过去的 那是要信心 所以超越人本能 你要完全信服神 所以讲故事很简单 在人最困难 最不可能的时候 神如果要你这样做 你顺服吗 你要不要顺服 很难 除非是对神充满信心 所以我们看 他们后来真的是这样 过去的 所以我们刚讲 那个界线 那条线 主外 有它的困难度 还有神选的时间点 也有它的难度 越难 如果你能够完成 跨越 越显出神的大能 还有你的信心的宝贵 如果太简单 显不出神的能力 显不出神的恩典 就是越难越难 如果你懂得会靠神 你会体会 哇 神的无穷大能 神是充满慈爱 所以我想说 我们早上时间 差不多了 所以后面 我可能下午再补充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再来唱诗 196首 赞美诗 这是196首 请不吝点赞美语